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其实你们会不会发现现代人其实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生活焦虑然后压力很大 快乐指数也越来越低 那时其实我记得在前几天我就有看报纸 我就看到有一个研究报告 他们就说在亚洲收入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呢 其实是日本 那你可能会觉得哇他们好像应该是最快乐才对的嘛 因为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最高的 可是其实他们的生活步调很快 然后他们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是很强很强烈的 所以呢他们其实是亚洲最压力的国家 而造成人啊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呢 其中一个根源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时间很不够用 我们都很恨不得把24小时当成48个小时来用 对不对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好像感觉像 如果我们能在短时间生产然后吸收越多的东西 就可以比别人更加强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有一点的感同身受啦 就好像你刚附入这个职场刚开始工作 你一天八小时就贡献给这个工作了 偶尔可能是要加班熬夜 然后工作又很忙 所以就会开始失去自己的生活 然后几年之后你又可能组织家庭 现在你不只是要照顾工作了 你还要陪家人啊陪孩子 然后你就会完全失去你的me time 哪里还有可能时间做什么运动啊阅读啊 我知道我me time就是在早上 做学头的时候 对对对就那种个人时间都没有了 所以你就看看你身边的朋友就感觉 为什么他们的时间好像很多这样子 到底他们是怎么分配时间的 然后很像又可以把事业搞得这么好 又可以陪孩子长大 家庭又很幸福 又有时间运动照顾身材 然后又看书这样子 可是你自己又一直没有时间 这其实啊都是因为你不懂的 怎么去做好这个时间管理 所以呢在今天的podcast呢 我们三个就会毫无常识的跟大家分享 自己觉得最受用的时间管理技巧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争取一个福利 然后我们来问问看好夜 你平常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那我的一天就是非常自然的度过 OK那在其实我一天啊 我都有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时间管理的方式 或者是安排行程的方式吧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都是非常按部就班 早上呢 起床都是七点起床 然后上学 然后回去宿舍学习 然后下午吃午餐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制作影片啊 还有学习 然后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呢 我就会入睡 那时候特别的早睡 然后也特别的早起 那时候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然后到了我就是上班的时候呢 就变得就是比较晚睡了 同样是七点起床 然后会到十二点一点这样才睡觉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啊 可能是因为我一边要兼职 一边要做影片的关系 然后呢 我一度会尝试就是从五点半起床 然后就开始制作影片这样子 然后同样的在十二点的时候录睡 那时候就会感觉有一点非常的压力 我觉得我自己睡不够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的压力 那么直到现在呢 我也会就是也算是有一度时间呢 我自己一个人创业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每次睡到十点 然后十点多这样的一个时间才起床 然后起床之后呢 就会感觉到非常有罪恶感 就觉得自己为什么睡那么久 浪费很多时间 那时候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散漫的那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 然后我就发现到一个重点就是 就是当我非常晚睡的时候呢 不是当我非常晚起的时候呢 我就会在特别晚的时候才会入睡 可能到两点 可能到三点的时候我才会入睡这样子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原因 然后直到现在我就有调整 我自己现在呢 就一边会有管理团队啊 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些创作啊 还有上课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我现在都会在七点左右起床吧 七点多左右起床 所以呢也是会到十二点的时候就入睡了 所以我觉得还 这个节奏还蛮适合我的 然后我一整天呢 都是都觉得动力满满还是蛮精神的 就算是我经常会生病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蛮有那个动力的 因为我发现了这一个时间点才是最适合我的 就发现其实并没有说一个是一个特别好 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管理方式 或者是行程安排的方式 而是呢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觉得最喜欢 然后给自己带来最多最大动力的那一个方式 我觉得如果你用到的那一个方式啊 对自己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呢 你是不会有很多的罪恶感 你是感觉非常充实的那个状态之下呢 这一个时间管理的方式呢 就是最适合你的 那目前 等下再说一说关于 等下小文要分享的这个 time blocking这些观点吧 那我现在就 把这个 你暴雷了 这个麦 交回给小文吧 OK 那其实刚才好 也就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没有一个最适合 没有一个最好的时间管理方式 而是最适合自己的 所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这个时间管理方法 还有日程安排法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分享 几个技巧的时候呢 你们也可以去实验看看 然后去看一哪一个是最适合自己的 那Chase呢 你的平常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哇 我通常就是一天早起的话 就一定确保第一件事情是不能看手机 如果我一起床就看手机的话 我很容易就赖床 然后就放心 就看了几十分钟 甚至到半个小时 这样久 然后看完了过后 这样子起床有一种非常内疚的感觉 充满了罪恶 这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我做了跟以前比较大的调整 就是起床了 就是被那个手机闹钟吵醒了 然后就快点马上去喝水啊 就去摔了 然后就可以做我 接下来要做事情了 比如说我有一些冥想啊 因为早晨你的思想没有那么反扎的时候 做冥想是最适合的 然后做好冥想了就可以安排 今天要做什么工作啊 比如可以安排三个 一到三个比较耗时一些的工作 因为我是写内容嘛 所以有一些工作是比较耗时 然后又要花时间去才能去做完了 大致上这样 然后做完了过后就差不多六点的时候 然后就运动啊 吃个晚餐 然后就晚上就找个时间看书 或者是看课程等等 这就是我一天的安排 那你大概几点睡觉 我啊 看跟 看我那时候跟那个人聊天了多久 每天晚上都找女生聊天 每晚都不同的女生嘛 什么不同女生 就一个女生 哈哈哈哈 我刚才明白明白 OK 那我听到Chase刚才有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不可以玩手机 这个我则是感同身受 因为我也是 我现在还在借着这个坏习惯 我以前玩手机啊 我可以一起床 然后我就很想给我拿那个手机 然后就很痒啊 很想要拿 然后拿了之后 我就会躺在床上玩 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至少要一个小时 比我还夸张啊 这个我很夸张 所以我一定要 你玩什么东西 没有东西玩 就是开Instagram 然后刷一刷 很累 我发现到 因为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 会一直切换啊 就是脸书啊 切换到YouTube啊 YouTube到Instagram 就是这样切换切换 我发现到 刚起来会特别累 如果看手机 这样子玩手机 然后一整天下来就很浑浑饿饿 所以现在我还是在跟这个坏习惯搏动 那我自己现在的话啦 就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很不规律的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课业很繁重 所以我很经常要通宵啊 然后经常半夜不能睡觉这种 所以那时候是蛮不规律 然后就皮肤也出现很多状况 可是现在的话呢 就是比较规律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在封锁阶段啦 所以我们都哪里又不能去 就比较多机会宅在这个家里面 然后优惑也比较少 所以我通常现在调整回来啦 我的做习习惯都比较规律 就是早上大概七点八点就起床了 然后我就会先做瑜伽 或者是做运动 就是流汗这样子 然后就很精神了 然后就可能吃早餐 看书啊 大概在十一点的时候呢 就会正式进入工作咯 然后一直到可能六七点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是在早上运动 有的时候我是在傍晚 就是六七点才运动 之后就是我的晚餐时间 然后我就会去散步 吃完晚餐之后 我就会去散步八个小时 半个小时走满五千步 你去哪里散步啊 就在家外面 就是住宅区 走来住去 绕很多圈 然后之后就是我的 很像老人的生活 因为要偏偏消化 然后之后呢 就是我的自由活动时间咯 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会看书啊 写日记啊 有时候看电影啊之类的 看我那时候要做什么 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这样子 做直播 那你跟男朋友聊天聊多久 没有聊天 有时候可能就睡前 就开 有爱 就是我们是心灵上的沟通 所以不需要到时候的 就可能晚上睡前啊 就开着电话 就这样子睡觉咯 他等我睡觉这样 然后大概在十二点 我就会上船睡觉了 然后那为什么 我会问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不知道 大家在收听podcast的你们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一天过去了 可是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就好像我们现在 已经是八月份了嘛 除了很像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是在 待在家之外 因为这疫情的关系 然后我们也想不到 到底过去了八个月 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里程碑 然后我们到底有什么改变 我们常常都会不知道 自己把这个时间花在哪里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当你发现 咦 我过去花的时间 都不知道花在哪里的时候呢 通常来说都是因为 你把这个时间花在别人的身上 怎么说呢 可能像是你帮忙 忙着去照顾你的家人啊 帮老板打工啊 或是完成同事交代工作这些 所以你没有 如果你没有好好地去把握自己的时间 然后认真地为自己做一件事情的话呢 那就会有其他人或者是其他事情 来占用你的这些保护的时间 那怎么说是为自己花时间呢 就是说你可以阅读 可以啊运动 学习一个新技能 这些都是投资在你自己身上的 它是可以提升你的价值 然后又让你产生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而且你一旦掌握了这些能力啊 有这些知识了之后呢 他们是会跟着你走的 它是真正属于你的 然后别人也是怎么抢都抢不走的 可是呢我相信大家道理都懂 就是执行上少了一个比较实际的步骤 然后还有方法 所以刚才作为开场 我们就已经分享了大家各自的一天嘛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分成三个部分 我们先跟大家破解这个时间管理的迷思 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分享 我们自己觉得最受用的时间管理术 大家可以去实验看看 看是不是适合自己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分享 防止这个工作分心的小技巧 OK 那首先我们下来谈这个管理 时间管理的迷思 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时间管理的时候呢 我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看了这个个人成长类的书籍才学会的 在那之前我都是很习惯性的啊 一天的行程我就会拍 塞满很多节目 我会逼自己五点起床 然后就想要上课参加课外活动 然后上才一班 然后回家还要写作业 安排时间温习三个科目这样子 所以我会写很长很长的这个待办行单 结果呢很多时候我是完成不到10%吧 还是50%就每次很少就完成率很少 所以现在我还是偶尔会犯下这样的坏习惯 我不知道你们好业啊或者是Chase 你们会不会有这些时间管理的坏习惯 我不会啊 因为我设了以后通常都会完成 可能是这样说啊 我不会给自己有很多的那些待办清单 我知道自己的那个感觉 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这样子我就不会给自己太多的那个期望这样子 就我知道自己是比较那种散漫的那种个性 所以是我自己期望太高失望也大 而且啊我我也是会有时候会啊 很像错过了这一段时间我要完成的事项 然后呢我就会有一点罪恶感 所以我就会把它移下去下一天 另外一天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一定要完成 不然的话我会我会很不喜欢自己 所以第二次的情况下我通常都会完成 那如果移到第三次的时候啊 就代表呃 这一个事情有问题 不是我问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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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有问题吗哈哈哈哈 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事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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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一个原则 因为我主要觉得就是时间管理就是 它是要让你变得更加的高效 或者是更加的有自信 对于自己生活变得有更有掌控感 那而不是让自己有那个罪恶感 所以呢 我不会尽量就不会去是责备自己 我就觉得哦 我已经尽力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不会说很像啊什么事情啊 我已经尽力了 我已经尽力了 我是会就是推一自己一把的那种 然后就觉得你一定可以 你的潜能 人类的潜能还有很大 你还没有发挥 所以你一定要去完成这样子 虽然说 呃 但是如果没有完成到的话 我会原谅自己 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蛮矛盾的 哈哈哈哈 现在呢 你在干什么啊 哇啊 我是有怠慢清单 可是 因为有时候我的怠慢清单 是那种要写内容啊 你知道写内容就是 最怕是没有灵感 一直在那边寻找灵感 一直在那边看书找找资料 结果就是找不到 所以就是没有在特定时间内 达到我的那个代办思想的那个要求嘛 所以没有关系嘛 就 尤其下一天咯 没有办法 没有灵感 就是真的 撿不出来嘛 就撿不出来 然后就是有时候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呃 因为我是很容易伤风流屁低啊 所以有时候如果早起 有这种情况啊 我的那个工作状态 那个工作状态就很差 就很难变成有效率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 可以有那个设计 那个清单 可是不会太期望去完成 就尽力啊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刚才我听到你们分享的这个经验 都有关于这个清单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啦 就犯这样的迷思 就说烂用这个代办清单 其实这么说 不是因为我否认这个代办清单好处 它是一个对于一个很复杂 然后需要高压情况完成的这个任务呢 用清单是好的 它可以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指令 你接下来做什么 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想很多 然后你也可以降低这个错误发生的几率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当你每次在写清单的时候 你会越写越多东西 然后最后呢 可能完成率不到一半 你就会觉得很沮丧很失落 就感觉为什么自己这么差 然后没有效率这样子 实际上其实不是你的生产力有问题 是这个清单有一点问题 就是在写清单的时候啊 因为它是无权无尽的 你可以写十件一百件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你越写越爽 越写越开心 可是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 然后你还安排在什么时候去完成呢 这个问题我们每次在写清单的时候 都是很常会忽略掉的 所以我们总是写了很多 然后完成了只有一小一点点而已 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里我就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 等下我就会提到 所以大家要听到后面 不要离开 我要听到后面 ok然后第二个迷思就是说 我们时间管理啊 不是一天完成越多事情越好 因为我一开始是一直都觉得 有所谓的高效就是要越做越多越好 可能一天能完成十件事情 或者是做完这个待办清单上的时候 就是属于高效率的 可是时间管理它并不是说 确保你每一个每时每刻都是高效 或者是要确保每一分钟不可以浪费 可是其实啦就是当你规划一个行程 忙满的一天的时候呢 你规划当下是很爽的 可是你实际去做的时候就会很压力 因为你感觉那个时间表好像在追着你跑 这样子就是你赶完这个行程 你又要去赶下一个 你一整天就很匆忙 然后感觉到很焦虑这样子 可能你在做这件事情 你就会想要 我要怎么去赶快完成下一件 然后或者是我怕耽误到下一件事情 所以你当你出现这种焦虑啊压力的情况的时候呢 你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 就是你做出来的作品啊 你的成绩啊是不会太好的 所以可能如果你有什么失误的话 你还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去弥补这个错误 所以时间管理呢 并不是说你一天要把24小时 要把它当成48小时来做 你也不是要完成越多事情越好 它的目的呢 就是时间管理的真正目的 是要为了能够让你可以兼顾工作还有生活 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这样子很像你想像啊 如果你每一天只是一直工作工作 然后你忽略了你的睡眠啊 也没有健康 又没有家庭 你赚到很多钱 那又如何呢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想要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完美平衡 就是过这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不是那种高压高强度 然后又焦虑的每一天 所以这就是时间管理的真正目的 那我们再进入 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这个时间管理的小技巧 那在进入小技巧之前呢 先问看好业或者是Chase 你们就用了这么 活了这么久 然后看了这么多书 你们觉得哪一个时间管理的方法是最好用的 对你们来说最适合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getting things done 就是搞定 不是说它的那个时间管理方式非常好用 而是它的那个理念或者是它的那个哲学非常的正确 我觉得它就是说当你想到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时候 你就先把它给写下来 或者是直接把它放进去你的这个行程表里面 为什么我说这一点那么重要是因为 当你的那个东西带在你的脑袋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感到非常的沉重非常的焦虑 你会一直想这件事情 而去干扰到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工作 也就是这种干扰然后在让你做的工作呢 让你越来越沉重 然后做事情也不能非常的也就是高效或者是非常的快 所以它的这个理念就是要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呢 放在我们的第二大脑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笔记本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清单里面 所以呢 啊我我并不是说他并没有交一个 哎你要怎样安排你的时间啊 什么重要不紧急啊紧急不重要 他就知道只要你有想到那个东西是可能要做或者是可能你想要去尝试 或者是你一定要做的 或者是你突然想到你忘记了一件事情 那就把它先放在你的笔记本 然后呢放在笔记本之后呢 如果这件事情是五分钟可以完成的 那我就会马上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不能在五分钟里面完成的话 那我就直接去安排那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安排的时间之后呢 我大脑就忘记掉了这件事情 因为我已经放下 我已经知道哎我已经安排好时间了 而不是哎我等一下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等一下要去记性 等一下我要去记性 等一下去记性 这这一个记忆啊或者是这一个念头 一直在我们大脑的时候 他就会消耗意志 就是消耗意志呢 然后很多东西接踵而来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会熬炸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写下来 或者是记录下来 然后去把它安排出来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真的是我觉得 让我瞬间解脱的一个时间管理的哲学吧 因为有第二个大脑来帮你 那Chase呢 Chase你觉得对你最适合的是什么 嗯 我觉得是从那个Steven 科威的那个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 就是那个要事危险 就是先去做最最最最难的事情 这个我非常的认同 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先 先讲啊 先做最简单的最容易的事情 因为最快完成嘛 可是如果你发现你是把最容易的排在最前面 最难的排在最后面 你做了前面简单的事 简单的事情做了过后 然后你剩下的时间去做那个比较难的 你会发现不够时间了 工作时间要结束了 然后你又把这个最难的工作要拖到第二天 然后可能就这样一次 就重复重复重复 就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最后就是这个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急 然后你就无法松懈下来 可能你要加班啊熬夜啊去做这些最难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是觉得真的是要要事危险啊 就是先做这个最难的事情 你把这个东西最早做 虽然你一开始那个事情会很抗拒 可是如果你先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啊 就先去做个十分钟 你做个十分钟 先赚到一个一 你就开始就 你开始会觉得 有看到会有那种心流状态 你就觉得你可以继续去完成下去了 你就不会觉得像一开始那样抗拒的 你先去做 然后再去说 你可能那个效果也很好 对对对 这个而且如果你一直没有做啊 就拖拖拖拖啊 那个念头一直干扰你 也是在你的脑海里面 哇他已经很难事情了 对我试过就是一直干扰你 所以你整个星期都在想这个事情 可是你没有做到这个事情 然后你其他东西都做不好 所以干脆干掉它先再说 就很像你刚才讲的嘛 就是完成越多事情 并不代表你更搞笑嘛 因为你完成的都是小事 那大事你没有去做 那更重要的你没有去做 也是没有意义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啊 我要带的第一个技巧 就是要设置每日焦点 那在这里我先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 叫做生时间 这个生时间很特别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省一点时间出来给自己 那这本书的作者他其实是两个人 就是约翰跟杰克他们都是这个谷歌创投的成员 然后因为他们之前有管理很多那种大项目 比如说很像Gmail啊 还有YouTube的这些产品设计 然后同时他们也是这个设计充斥的创办者 他们就有帮助很多几百间的这个初创公司 去优化他们的工作流程 达到这个真正的高效工作 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啊 去做实验 他们就写出这本书 那作者呢就有在书中讲到自己的故事 他就说有一天他在陪小孩子玩的时候 他就很下意识的就习惯的拿个手机来查看他的Email 然后小孩子就问他 爸爸为什么你又在看手机 然后这句话呢就敲醒了作者 因为他一直就认为你高生产力 就是要做那些最重要的工作 可是那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那些所谓的最重要工作 就是那种紧急又重要的事情呢 通常都是别人的优先事项 也像你回复Email啊 回复简讯啊这些事情 是别人的紧急又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做时间管理之前呢 你就要想好那些你多出来的时间 你管理好了嘛 然后多出来的时间 你要拿来做什么 然后这个你要拿来做什么 这件事情呢 它一定要是你的优先事项 它是完成之后可以带你 带给你满足感 是有乐趣的 然后它不一定需要你是工作上的事情 可能是陪小孩看动画 或者是陪女朋友计划 怎么去旅行 那一个就不大重要 或者是写部落格 这种 你甚至可以设置一个 关于自己个人成长的一个年度目标 然后你把生出来的时间呢 都投入在这个目标当中 然后你决定好之后呢 你就把这件事情设为你的每日焦点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daily highlight 就好像我们在阅读 看书的时候都会拿这个highlight 每日焦点它是要很多个焦点吗 还是只有一个焦点的 就是每一天就给自己安排一个焦点而已 然后这件事情呢 它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 就是你即使一整天 你只是完成了这个daily highlight 你也会觉得很满足的那种 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个每日焦点呢 因为很像我前面就有讲到嘛 如果我们没有为自己安排自己的优先事物 我们就会忙着去去处理别人的优先事项 然后很像我起来 之前我一起床 我就会先按手机啊 就是回复邮件啊 回复简讯啊 做那些琐碎琐碎的小事 结果我反而变得更累 然后没有那种精神满满的感觉 因为这些事情是在消耗我的脑力的 它让我更加疲惫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一起床 我就控制自己 我就规定自己说 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不能看手机 我会在睡前把这个手机藏起来 就可能放在家里的其他角落 所以就比较难去拿 然后我就会先去完成我这个每日焦点 可能我会先去做瑜伽 做运动写作啊或者是阅读 这些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完成了用两个小时来完成我优先事项之后呢 我才去拿起手机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这是第一个啦 就是设置每日焦点 那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时间区块 就是time blocking的method 那之前呢 我就有买下一个服务品啦 我就说这个清单 不是时间管理的好方法 就是说我们刚才有说清单可以写无限个任务 可是你写了不代表你有时间去完成 所以你还要利用这个时间区块法 这个方法呢其实是连Elon Musk 还有这个Bill Gates也会用的高级时间管理术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天划分成几个区块 然后一个区块可以是一个小时 如果一个小时的话那一天就会有24个区块 然后你就先从清单当中 你选一到三件你觉得最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是你一定要在今天完成的 然后你就先预估 你会用多少时间来完成每一件事情 然后你再把它们排进你的日程表当中 比如说你可能我自己的话 我会预估自己用三个小时 今天要用三个小时来写稿 我就会在日程表 就是我的Google Calendar里面 我就会涂上三个格子 或者是可能我每一晚都要固定八个小时的睡眠 我就会在日程表Google Calendar里面 就涂上八个格子 睡觉也要涂东西 天哪要知道你的时间花在哪里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们会看到你们在我们初学的时候 都会有学校都会分配那个时间表给我们 所以每一天你到学校你就只照着这个时间表走 你要上的课你就直接去那个课室就好了 你就省了很多时间 去说要今天我要上什么课 今天我要去看哪一个老师 这样子 所以运用相同的原理 当我们把我们的日程表事先安排好的话呢 那我们在新的一天开始 我们就不需要思考太多 我们照着做就好了 那 Tris 你有没有事先安排自己的一天的习惯 嗯 我是会事先安排啦 可是不会讲什么要预估多少时间 因为像我讲的就是写内容 真的是看我的灵感跟我的状态 如果我状态就是爬分地啊 球啊然后又找不到东西写 真的是可能一天都写不出一个内容 哇那是我我曾经遇过这个情况 真的是对自己非常的很烦恼 就是因为一天完全写不到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我都是 喝了咖啡 喝了咖啡没有用 没有灵感就是没有灵感 所以所以我为了要解决问题啊 我平时就是看书啊 或者是看别人的影片啊还是怎样 我是先找灵感就是 就是在我日常生活啦 不要讲工作的时候 我都是在已经在找灵感了 就是看哇这个题材好 我要写下来记得 然后下次可以用下个月 对对就是要有这个东西 就是先提前写好这个灵感题材 下次我就不用拆去花这个时间去想 这就是我的我的方式啊 因为我是写内容 如果你们做的那些工作 是比较是admin的那种 可能不需要灵感就是可以按部就班做完 可能就可以像用那个小文的那个方法 太blocking 对那好业呢 如果你有好业的话 你有事先安排好行程的习惯吗 有啊有啊我都要事先安排好吧 我会把就是事先计划好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要做的事情呢 我会安排50%在我的行程标里面 哈哈哈 因为呢我我知道就是如果安排100%完美的那个行程标的话 我可能 哈哈哈 我会在期间呢会有很多一些突发的情况 或者是说 会有突然想到要做的其他事情 然后如果不去做的话 我又很不开心 哈哈哈 我就只会安排50% 就是可能我这一周计划到很多事情 哎可以我准备要做 可是我只会抽50% 放进去我的行程标里面 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突然想要做 或者突然突想的一些灵感 所以呢我就会这样的一个安排时间就有50%的这个缓冲 让我去做自己突然想到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最适合我的一个方式吧 因为我也是要创作嘛 所以有时候如果安排的太过完整的话 那那个灵感来的时候就不能发挥 然后我有时候拍影片也是一样 就是那一个感觉 那个情绪来的时候 也是如果按照时程 那我就发挥不了这样子 哈哈哈 所以会让自己比较有一个 一半一半的那个概念 就比较放松一点 而且有时候会突然间有 额外的开会啊 或者是开会保持开会 哈哈哈 那今天就说今天有两点我们来开会 然后我们就要去排我们时间 哈哈哈 我们的计划就是打乱了 哈哈哈 对 可是其实就有提到重点啦 其实我自己的话呢 很像我刚才前面有说嘛 我自己会安排就是吃晚餐之后 是我的自由活动时间 所以那个部分我就会省略 除非有工作 我就会直接不安排 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要睡觉就睡觉 想要看电影啊就看电影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我觉得 时间区块来说 如果你不是想要成为那种 Elon Musk啊 还是Bill Gates那种 很有贡献的成功人士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对自己好一点 就可能啊 安排个50% 或者是安排个80%的那个时间 所以这样子啊 分时间区块呢 其实有三个好处的 第一个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行动力咯 因为我们平时会有这种感性的烦恼 就是想想看 诶 我很像今天起床感觉有点不爽 我就被这种情绪影响 然后我就会拖延偷懒 可是如果这时候有一个规划好的日程表 他在等着你的话 他就感觉像是在提醒你 诶你今天有任务在身啊 你不要被这些情绪干扰 你就会比较容易去执行 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他会让我们比较专注 因为很像我们有学到一个怕精神定律嘛 就有提到 只要你还有时间 那个任务 一件任务他就会自己自动膨胀 一直到你 一直到他用完所有的时间为止 就好像我们每次交报告啊 明明有三个月充足的时间去做 可是我们就会拖到最后一秒 最后一刻才做完 所以当你用这个时间区块法 你限制自己每一个事项要完成的时间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避免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浪费太多的时间来做 然后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他可以避免你的时间浪费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 那些我们没有规划好的时间啊 都会被我们浪费 就好像是你有规划好 下班之后要做什么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会下意识的用来追 追剧 看手机 玩电动这样子 就会用这些东西来填充你的时间空档 可能你一天两天是没有影响啦 可是如果你长期都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有这个复利效应 它会让你越来越懒散 然后越来越迷茫 所以想像 如果你有规划好一下班之后 我要拿来学习 然后拿来做这个休闲爱好 你的生活其实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所以呢 刚才我就有说到 这个方法其实连爱隆马斯克 还有这个比尔盖茲 他们这些人都有在用 就是他们一个人掌管很多上市公司嘛 所以他们就对这个社会影响和贡献是很大的 所以他们一个时间也一分钟都不可以浪费 而且他们自己都有家庭要兼顾 很像爱隆马斯克他就很像我们有听说 他一个星期会工作80到100个小时 而且同时他每个星期每一天 不懂会抽出几天 就来陪这些他自己的孩子 然后他还没有算上他要搭飞机出差的这些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他每一天的时间都过得很紧凑 所以他的时间区块呢 就是用5分钟为一个单位的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些资料 所以我相信是有可能的啦 所以呢 至于时间区块啊 我们刚才就有说 可能你可以分一个小时为一个单位 这个呢 你可以自己去决定 你的时间区块要多长时间一个单位 可能你先管理好自己的每一个小时 然后上手了之后呢 才把它分割成更仔细的半个小时 所以在分配时间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要分配很充足的睡眠 还有这个娱乐时间给自己 这就是时间区块的这个部分 对对 我有补充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种太过麻烦啦 像我这样比较散漫的人 我都会用这一个五件要做的事情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写下今天我要完成的五件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之下呢 就不会有很像行程表这件事情 哎 你刚好哎 刚好有这件事情可以做 你就先完成了 完成之后就割掉了 就就爽了 然后第二次呢 就哎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再去做呢 完成之后割掉 这一个方法非常适合那些不喜欢 就是结构的人 因为呢 当他如果这种安排行程表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一个 有一种被限制 然后呢有一种怎么说呢 要去设定这件事情 有一个东西在那边 我要完成有一种抗拒的那种感觉 那我的这种 啊五件要完成的事情呢 他反而是 就是比较freestyle的 哈哈哈 比较适合这些freestyle的人 他们又担心自己 一天完成没有事情 但是 啊他又 又想要去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可以把 这些五件事情给写下来 那就可以一件一件的完成 然后割掉或者那个成就感 也会让你更有动力去完成第二件事情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啦 就是看你自己 要不要逼自己一把 哈哈哈 你可以两个的尝试 然后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 因为像我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按部就班的 所以我就觉得 Time blocking是有帮助到我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 那第三个呢 就是提到的是 学会拒绝 就是要像这个Laser 雷射一样很专注 像我们之前前面我就有提到啊 这个时间管理 不是要做越多事情越好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呢 事情就会做不好 然后很大部分的时间 你都会浪费在那些不重要 然后很琐碎的事情上面 很像Chase Sky还有说到的 甚至是可能是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舍会拒绝 然后懂得要怎么去做这个断舍离 OK 那这个断舍离的话呢 我们就要想的是 诶哪一件事情是对我重要的 然后是最值得你花时间去做的 因为你的时间 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有价值的 你不要去把它浪费在别人的身上 不然的话呢 你就会很像很忙很忙 可是你自己又好像没有什么进步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会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完成最多事情 所以他们就会一行二用 就是这种所谓的Multitasking 我不知道Chase你会不会有这种Multitask的习惯 呃现在比较不会的 因为去年就学了正念嘛 就是说一次只专注在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自己一行二用 就很像我以前是一边一边看 一边看大笔咬心一边吃饭 然后就是一心二用嘛 就做两件事情 然后就发现到吃的那个体验感不好 就算是你试吃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美食 可是你吃完过后你感觉 嗯该发生什么 我好像就没有那种那种 那种 对没有那种满足感 就是没有那种体验美食的满足感 所以就是这个Multitasking是不太好的 就是你看起来很像是很厉害 可以一次做两件事情 可是你是大脑一直在那边切换切换切换 长期这样子下来你的大脑会消耗很大 对 这边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Multitasking的这个东西 那其实Multitasking 怎样才算是一个Multitasking不好的状态呢 比如说很像你今天在开车嘛 那在开车的时候一边开车听一边听音乐 这个算是Multitasking吗 哈哈哈 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 因为他开车这件事情是已经是我的习惯性 就我不需要很大思考就可以去做 所以还是一个比较低难度的东西 就是不需要很多很多管 除非你开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哈哈哈 所以我想要表达的就是 当一件事情 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自动化的 然后你在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可以同时完成的话 那这一个东西呢 算是Multitasking 但是它也是一个让你高效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专注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人啊 其实还有很多这种感官还没有被打开的 当你的自觉感官被打开的时候 你是可以Multitasking 同时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会觉得很像 要那个专注力要一直切换 然后要非常的用吃脑的那个状态 只要那一件事情 你同时做很多事情 然后没有让你感觉到很累 所以要花很多精神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进行Multitasking的 这个是我也是算是一种正念 因为呢 你是感觉到你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是开心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特别跟大家讲一下的 哈哈哈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要看情况 所以很像刚才我们就有说到 如果我们的大脑呢 就是我们可以讲到这个大脑皮层的构造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 是不能同时进行两件高难度 然后又复杂的事情 很像刚才好也提到一边开车一边听书 其实是我每次都会做的事情 因为它其实开车对我来说是一个低难度的事嘛 然后听书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因为你要吸收这资讯 可是呢 当这两件事情融起来的时候呢 我就比较容易去做Multitask 可是如果是两件高难度 就是可能一边写稿一边听说话 那我就做不到了 因为这件事情它是会涉及到思考的 或者是一边写稿 然后一边回复email 这个是超级Multitask 就是很难完成 所以我们不能同时去做 然后在处理工作时候呢 我们大脑是会经过两个阶段的 第一个是它要锁定目标 比如说你要专注在一件你想要完成的任务上面 这个就是锁定 它就会寻找这个目标来target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它会准备启动 它就很像我们大脑的一个开关这样子 它就会从我们上一件任务当中呢 去做解离 然后才开始下一件任务 然后它会去思考 诶 我上一件任务已经完成了嘛 就关起来了 然后它又会再开另外一个开关 就说诶 我下一件任务我要怎么去做 所以当你在不同的任务当中 一直切换切换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快累 因为大脑就是要从在短时间 一直重复这两个阶段 很像呃 其实我听过这个世界四强的这个会计公司 这个德勒 他执行长叫凯蒂恩格伯特 那他就每次呢 他就不喜欢在每一个会议当中呢 就是他不喜欢安排这种接连不断的会议 就是一直长长的会议 一直安排到下去的 所以他会请助理呢 在每一场会议之前啊 就会保留10分钟的这个空档 然后进行他所谓的这个 SMOR 就叫 Small Moment of Reflection 也就是说思考的短暂片刻 那他就用这个短暂的休息 这个时间呢 去做恢复 他每一次会议结束之前呢 他就不会因为 接下来要举行这个会议 而感到分心 也不会说在 现在再有 接下来下一场会议 然后他又在想着 然后他又想着 前一场会议的事情 他就会给自己时间去喘息 然后沉淀一下 从上一场会议当中解脱出来 才进行 专心的去进行下一场会议 就是给那个大脑有时间去 适应那个开关 这个其实我们的团队有在用 就是我们团队每一次 每一周都会开会嘛 我们就已经习惯了 要在开会前每5分钟啊 就会进入这个会议 然后我们大家都不会说话了 然后我们沉默5分钟 然后各自沉淀5分钟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会议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有好处啦 就是我们的开会也比较高效一点点 然后有时候呢 也会有时间把自己 因为我们前面都在工作嘛 所以有时间把自己 从前面的这些投入工作啊 解析出来 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呢 也不会说脑袋 还是在想着刚才的工作事情 这样子会一行二用红类 对 所以呢 在你规划日程表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在每一件任务中间 安排一个可能10分钟的时间 或者是15分钟的时间 允许自己去上厕所啊 或是休息一下 而且你一天内 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任务 你就尽量专注在同一个性质的任务 就好 那这样Chase刚才就有说 他可能有一天是专注于生产内容 就是写稿的嘛 然后我自己的话呢 我是会有可能有两三天时间啊 是专注写稿 然后有一天是专注做这种设计类的工作 像PPT啊 这些设计的东西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会一直切换 然后我的大脑也会 不会感觉到太累 这是我的小技巧 OK 那最后最后呢 就是要教大家 怎么去避开我们的时间陨石坑 这个很特别 那什么是时间陨石坑呢 郝月你知道什么是时间陨石坑吗 你要来做一下解释 这个我做过一个影片 哈哈哈 我就想看 哈哈哈 这个就是很像是 一件那个陨石掉下来的时候 它一敲下去那个地上 它的坑是非常的深的 对对对 也就是说当我们也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有可能它看起来是一件小事 但可能它就会让你去连续的 呃 后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非常 呃 间接性的一些事情啊 就比如说很像 呃 你今天呢想要去上网找一个 呃怎么 切切切切蛋糕的一个方法 假设 OK 然后你是上网寻找 呃怎样很好的切出一个 好看的蛋糕 然后你找着找着 你就会看到其他的 诶 今天的这个股票啊 苹果的股票下跌了 然后你找了以后 你就就 哎 很好奇了 你就点了进去看 点了进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新闻 新闻看一下 然后看到可能 诶 苹果的这个 这个组装厂啊 叫做这个富士康 他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就点了 就进去看 然后原本只是想要解决这个 蛋糕的问题 结果就跑去看了那个 富士康的芯片的那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呃 这个时间的云石坑 这个是我的理解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其实就很像我给你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很像 其实我们那些太空的那种云 云石啊 他们其实都很小的 可是呢 他们因为冲破这个大气层 然后有这个地心引力 加这个加速度 就变成说 他们撞到地面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空洞 然后这个坑洞呢 是比他们的体积还要大 100到1000倍的 很像刚才好业的举的例子 就是说他可能只是要花一分钟 去找这个蛋糕怎么切 可是呢 结果他就花了一个小时 去看这些苹果啊 奇奇怪怪的新闻 所以呢 就变成说 你分心的这一刹那呢 你就大量吸收了 你很多很多的 垃圾资讯 变成你花完了一个小时 看完了这些资讯之后呢 你就变得更加累了 本来你只是用一分钟 可以完成事情 结果浪费了一个小时 然后甚至有严重到呢 会影响到你接下来一天的工作 所以这一切的起源呢 都因为一个小小习惯而已 就是可能在那一刹那有一个念头 就说 我要去上网找 怎么去切蛋糕 或者是可能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 工作到明明很专心的 结果就突然间电话响了 朋友来找你 然后就拿起电话 回复他的时候 结果回复 你在等着他回复嘛 然后就可能会去刷 其他手机APP啊 然后就刷刷刷 结果这个朋友一个小时都没有回复 然后你就这样子刷了一个小时的手机 所以这个就是很 这样讲讲避免啊 那这个的话呢 我就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先把你的 在工作之前 你先把这个手机的APP 提示都关掉 很像那些游戏程序啊 那些购物平台 或者是新闻的软件啊 他们很想要吸引你的注意 所以他们每一天都会发那些提醒 叫你说 你不要忘记我 你不要忘记我 所以还是在吸引你的注意力 所以你想想看 你有一天当中 你有多少次看了这些提示之后呢 因为要好奇心 然后你就点开看 结果了 你就大把 浪费了大把时间呢 你想看有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因为很像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科学研究啊 它就有显示 如果你一个人 他分心之后呢 他其实需要用21分钟的时间 他才可以恢复原本的注意力 所以呢 很像我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工作到一半 就因为一个提示分心了之后呢 你接下来要用21分钟的时间 才可以恢复你那个原本新流状态 就是原本这个工作状态 只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所以在进入工作之前呢 先把所有可以让你分心的东西 都去除掉 比如说很像开手机这个静音模式啊 或是把它放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很像我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放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因为这个手机有这个奇幻的召唤力 可以让我 我也是不能看到手机在我附近 可以打到我 我要把它放在后面 看不到就可以了 所以他一直召唤我 即使他在我后面 我也是觉得 讨厌在召唤我 所以呢 我就会把它放在很远 就是房外 然后或者是提高你查看它的难度 很像让朋友设置你的这个手机密码 然后你是不知道密码 所以根本就开不到 所以这个呢 接下来我就可以请Chess来分享一个 因为我听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我看到你每次都会用这个APP 有一个APP 很像种树这样的 对 要消除你比较分心嘛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APP吗 对 这个APP叫Forest App 它主要是来辅助我 管理时间帮我专注嘛 就是你一打开那个计时器 它就开始走 然后它就专注了多少时间 那这时候你可以打开一个模式叫 Deep Focus Mode 也就是深度工作模式 就在这个模式下呢 你就不能去用其他手机APP 除非你选择放弃 你一按放弃的时候 就有 你在那个APP的庭片里面的 那些虚拟数据枯萎掉 就你原本是种树 那个Forest App就是你完成了一些工作时间 然后有去完成的 它就种几棵树 然后可是如果你放弃了 没有遵守你的时间 它你的树就变枯萎了 然后如果你是那种有强破症的人啊 不想看到自己的那个 庭片啊 有那些枯萎的树啊 这时候你就会控制你 不要不要去搞完 我要确保我的庭片的树都是美美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很厉害的地方啊 就是你如果你有完成那个特定的工作时间 然后你就可以赚到金币 你这个金币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就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可以消耗掉2500个金币 去在你的现实生活中种一棵树 那个树当然不是叫那个人来你家种啦 它是把树是种到一个那种南美洲啊 那种South Africa的地方 就是你让那些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他们可以去种一棵树 就是可以帮助你去赚出时间 又有环保 又可以让人家有工作机会 一个一个APP 是蛮有意义的 对 这样的话你专注变得更有意义了 对对 更多充力去专注 是是 对那其实呢很像 除了在办公室里面拿出了我们的这个手机 让我们分心 手机分心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用刚才好业 好业不啦 那个Chase介绍的这个Forest的APP 然后除了手机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烦的东西 叫做同事 哈哈哈 如果你的办公室有一个小文的话 这个小文会每天都会拿零食 叫同事来吃 对 可能一个小时就会 就会经过你的座位 跟你搭讪几聚 然后又吃到很吵 哈哈哈 所以可能你刚进入新的状态 你会有这个像小文这样的同事 就会打断你 那你要怎么解决呢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戴上耳机 哈哈哈 可能有一种女士隔绝的感觉 就是即使你没有播放音乐啊 你也可以戴这个耳机 这样的话别人就会觉得 你好像很忙 你好像在听音乐 所以他就会不好意思去找你讲话 那如果呢 你看到那种办公室有痕迹 加同事啊 然后他又朝着你的座位走来呢 你又不想要跟他谈天 你就赶紧假装你在通电话 因为你耳机又挂着了嘛 你就假装在通电话 然后你就说 诶 老张怎么样 最近很不错 然后那个可能那同事他就会 转回头 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防止分心的小方法 我们来做这个时间管理的小总结 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破解了这个时间管理的两个迷思 然后我们也去学会了 要怎么去做这个时间管理的技巧 那两个迷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说 我们不可以滥用这个代办清单 因为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写越多代办事项就越有生产力 然后时间管理呢 它其实并不是一天完成越多事情越好 更重要的是呢 要达到这个生活和工作平衡 我们要快乐舒服的过每一天 然后接着呢 我们分享的这个时间管理的小技巧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设定这个每日焦点 就是daily highlight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区块time blocking的方法 来规划日程 还有学会拒绝 不要一心二用或者是multitasking 然后最后呢 就是要避免这个时间的陨石坑 那到这里有一个结尾了 Tress或者好业 你们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说吗 我要说我要说 下一期是我的分享 哈哈哈哈 下一期呢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逃离负面信念的这个四大信条 因为自从我用了这四大信条之后 我就从这个负面的信念开始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解脱 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负面信念 一直存在自己的这个内心里面 干扰着你的这个工作 还有你的事业的这个发展 让你就是总是被拉扯 然后总是有很多东西不敢去做 所以下一期大家一定要 什么敬请亲爱就不要错过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蛮需要的 OK 那Chess呢 你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吗 嗯 我是觉得就 时间是真的很珍贵啊 如果你没有好好去规划你的那个时间的话 那你一整天可能都做不了什么事情 那你可能只是看一天没什么大不了吧 可是如果你是有这种习惯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一年三年五年都是这样 过过这样子不能生的 那对 我就做一个总结 就是你要不就是善用自己的时间 不然的话你的时间就会被别人利用 哈哈哈 被别人善用 哈哈哈 所以我一直其实啊 我在给大家做一个最后总结 就是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我很觉得有意义的话 他就说你把时间花在哪里 那你最后收获就会在哪里 简单来说 其实你可以想像是英国报应 哈哈哈 如果你每一天你都在追电视剧 那你一定是很了解这个所有热门剧啊 这些剧情 这些男女主角的事情 然后这些就是你的报应咯 那如果你每一天都在运动 那那个报应就是你的身材 你的健美的身材 所以你就可以想一想 你现在想要什么报应 哈哈哈 然后你想要在哪里有收获 然后你在接下来呢 就在更容易的可以去规划一个这个时间 在这些事情上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podcast 时间管理的内容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by bwd6